验尸房来了具诡异女尸 她的四肢关节被人全部碾碎 但脚上却没有任何外伤 眼球呈现灰色 说明已经死了好几天 但当验尸关解剖时又鲜血直流 显然是已死不久的症状 而更可怕的是 她的舌头居然被人残忍割断 验尸关老不推测 女尸生前应该是被人绑架 四肢牢牢绑住导致关节碎裂 割掉舌头防止发出声音 但这些都不足以致命 为了进一步验证 还需要对尸体解剖 这时正在给尸体拍照的小步发现 女尸的鼻腔居然在震动 随后还从里面飞出一只苍蝇 不过两人并没有太在意 他们将女尸扶到手术台 拿出工具准备解剖 当老不切开她的肺 发现里面居然全部焦黑 这是老烟鬼才会有的症状 可她不足30岁 就算她一天抽10包 连续抽30年 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更奇怪的是 将女尸的心脏取出 里面也布满各种各样的伤痕 到底是怎么做到 将一个人内部造成巨大损伤 而外部却不留一点痕迹 就在两人疑惑时 门外突然传出一声巨响 小步连忙出门查看 可没走几步就惊恐地发现 过道的镜子里 居然折射出一个人影 看身形是个女子 等她走上前查看时 却发现空无一人 短暂的插取后 两人继续解剖尸体 但是诡异的事件也随之而来 先是之前赶走的苍蝇 又回到了女尸的眼睛上 再是观景的冰柜门突然被打开 目睹这一切的小步提议明天再弄 但是被父亲拒绝了 一位警察送来女尸时交代过 明天天亮前必须找出女尸死因 说着 他从女尸位里取出一朵花 查找资料后发现 他是用来麻痹的药物 杀人者应该是逼女尸吞下他 在慢慢折磨 紧接着他还在位里找到一团麻布 上面画着神秘的图案 就当他在仔细观察女尸时 发现切口处居然有两层皮 撕开外皮 上面也画满了神秘的图案 这时老步明白过来 这不像是一场单纯的谋杀 反而更像是一种神秘古老的仪式 女尸很可能就是祭品 就在这时 授音机里突然响起一阵歌声 紧接着 柜门再次打开 灯光也全部碎裂 屋子顿时陷入一片黑暗 小步打开手电发现 所有尸体的冷藏柜全部自动打开 顿感不妙的两人连忙往外跑 他们想乘坐电梯上去 但是却没电了 地下室出口也被树挡住 就连手机也没有信号 于是慌忙跑进一间办公室 还没等两人缓过神 屋外突然传来一阵铃铛声 而铃铛是专门挂在尸体脚踝上的 用来防止尸体夹死 随着声音越来越近 小步鼓起勇气俯下身体查看 男人偷过门缝往外偷瞄 突然一只尸角伸了出来 紧接着 外面的尸体开始不断撞了 父子俩赶紧拿桌子将门顶住 没过多久声音终于停下 老步看着自己手腕处的伤口 转身去厕所清洗 就在这时 身后的窗帘被风吹动 外面的小步发现窗帘后居然有人 他赶忙出声提醒 等拉开窗帘却发现什么样没有 但下一秒 等小步费力将门撞开后 发现父亲已经躺在了地上 肚子也被抓伤 他告诉小步 在对方攻击他时 看到了女尸的眼睛 在对老步的伤口做完简单的包扎后 两人再次回到解剖室 却发现女尸还好好的躺在床上 而之前割下的内脏已经全部腐烂了 于是两人决定将他带去焚烧炉 可就在这时 房间的门突然关闭 还诡异地自动上锁 小步连忙跑过去查看 却发现根本不能打开 只好拿起一旁的斧子 对着大门框框就是几刀 大门很快被他砸出一道缝隙 他凑过身子往前看 一个鬼影突然出现在门口 差点没把他吓个半死 于是连忙拿起脚落的汽油 将他全部倾倒在尸体上 火势很快蔓延 最后更是冲上了天花板 为了不点燃房子 小步只好拿出灭火器 但当他将火全部熄灭后 却看到了令他震惊的荧幕 床上的女尸居然毫发无伤 诡异的荧幕让两人直接逃了出去 但是电梯门已经关上 前面的灯光忽明忽暗 而诡异的铃声再次传来 透过镜子 可以看到一个鬼影正向他们走来 小步死命掰开电梯 两人顺势走了上去 可关键时刻电梯再次停电 随着铃声越发接近 老步壮的胆子拿起斧头走上前 在鬼影靠近的那一刻 直接一刀下去 可没想到的是 他们砍的并不是鬼魂 而是小步的女朋友 因为他们在之前约定好 下半夜一起去看电影 小步抱着他失声痛哭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父亲连忙将他拉进电梯 两人坐在电梯里 回忆之前发生的一系列怪事 女尸从一开始就在阻止他们 探究他的秘密 所以只有弄清楚他的死因 他们就能够逃出去 于是两人又经过一番波折 再次回到了解剖室 决定做完验尸的最后一步 那就是开炉 验尸关给女尸开炉 却惊奇地发现人根本没死 因为他的脑细胞异常活跃 奇怪的是 被取出内脏的人怎么可能活着 老布认为或许他有某种特殊能力 目前唯一线索就是那块骨 他们将它拿起 不经意间对折 发现上面的图案可以排列组合 显示出的竟然是一本书名 而这本书刚好老布书架上有 原来 这具女尸死于1693年 是因为某种神秘的巫术 被人们虐待致死 导致她的怨气太重 化作亡魂 对虐待过她身体的人进行报复 就在这时 老布身上的伤口开始疼痛 这就是她的报复 门外再次传来奇怪的响声 小布连忙上前查看 老布则趁着这个间隙 趴到女尸面前求饶 表示自己不会反抗 但是祈求放过儿子 话音刚落 屋外的声音就停止了 而这时 老布的脸色突然变得难看起来 双手不受控制地抬起 随后突然被外力折断 五脏六腑开始疼痛 凡是她对女尸做过的 全部呈现在自己身上 与此同时 女尸浑浊的瞳孔慢慢变得清澈 血液迅速回流 而一旁的老布看着身边的匕首 让儿子痛快地给自己一刀 小布含泪照做 紧接着 屋内的灯光迅速恢复 外面的警察正在喊着自己的名字 他满含希望地朝着屋外走去 却发现根本不能将门打开 就在这时 外面的叫喊声突然变成奇怪的歌声 他害怕地往后退去 靠着栏杆向下查看情况 而这时他感觉自己后背发凉 一转身发现 死去的父亲居然站在他身前 一个不小心 直接摔下楼梯 第二天警察感到 判定他为失足坠楼导致死亡 而老布的尸体 除了插入胸口的那把尖刀 没有其他的外伤 昨晚发生的一切 究竟是两人的幻想还是真实发生 我们谁也不知道 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死了 故事的结尾 警察决定将这具无名女尸 送往大学的实验室 但谁又知道 同样的事情会不会再次上演 对